今晚盛女大戰是深化階段 你聽到曾凡光已經知道 大事不好 更大勢不妙 因為這幾天的盛女現場 香港造成極為尖銳的爭議 曾凡光和一班學者 我不認識他們 轉了後風 不要計他 只是計你曾凡光醫生 一夫當關 今天是否成立一個反盛女大戰 向盛女大作戰說不 那個遊戲是 有人叫我表達意見 我說好啊 接著發現我被人擺上台 原來是主持人之一 上台了 跳回拍舞 就繼續說話 不要誣你啊曾先生 你這幾天對盛女 不是很留守啊 我對他們從來沒有批評的 你批評這個現象和這個節目 我是表達這個節目和這個現象的一些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我第一覺得就是 他那個節目引起討論是好事 先說好事先 謝謝 關注一個 識分年齡 那個女男比例失衡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想回 第二樣要討論的就是 每個人的人生目標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節目所講的 我們要找一個心上人 白馬王子 老公之類 還是其實 婚姻可以很多元化的呢 還是可以獨身生活的呢 諸如此類其實可以討論的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不是這個節目裡面 顯示出來的那些東西 而是跟著討論的那些東西 第三個我想說就是 這個節目是成功的 謝謝 因為人氣討論 其實也是這個節目的願意 這個最過癮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那五個女生 換了Amy Lulu 和Lance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我們都是想探討社會的現象 引起討論是我們的重點 反而Bony是怎樣 其實就不是重點 其實有一點無心插漏成音 其實我們製作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 是會引起討論 這是一定的 成女這個話題 但沒有引起 哇 昨天打起報紙嚇死我 說你們這些傢伙騙飯吃 一點都不專業 哇 我看到畫面在滴滴 不是騙 不是說參與的位置 不是小姐 不是說是專家 是啊 我也沒有飯吃 曾醫生 我真的單刀直入 因為我看到一些報道 不知道是不是放在你上台 就是你對於一些參賽者背後的 一些導師的CG 或者他們的理論基礎 或者他們用的方法 是有意見的 或者甚至會影響了一些參賽者 或者其他香港女性的心理狀況 這是不是事實 不是我說完 那些話 我就想趁機會給你澄清一下 高度概括之後 就變成全部是我的 這個也沒有問題 只要報道就可以了 是 是 看看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立刻有看過兩三集 多謝支持 最初我看以為是電影廣告雜誌 哪個美容院搞事 你都很厚度 有人說 根本就是在宣傳 跟著再看 不是的 跟著我看那兩個導師 是甚麼來的 現在有新興行業 甚麼行業 那些叫做life coach 我所認識的life coach 就是幫助精神病康復者 一些個案經理的一種取向方法 跟他建立一個很完整的關係 很長時間的關係 慢慢令到那些康復者 他慢慢好回來 學到一些人際關係的能力 技巧回來 至於那個兩性關係的導師 我就說 有新的東西 我都可以這樣叫自己 不過我查過 原來我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叫的 那時候就很有興趣 去看看他們搞甚麼 跟著他們說那些東西 拆解那些意見 我就嘗試找回一些 一些比較嚴謹的 一些關於心理學 或者學衛科學 人際關係 心理治療之類的 一些奇漢 說書 我發現我找不到一些 類似的理論體系 又或者一些實據 支持這些東西 有用或者沒有用 有沒有傷害之類的東西 其實我想說 你說life coach 你說Winnie做的工作 其實是有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已經有很久的歷史 或者在美國 在北美 在美國 在外國 其實香港已經封衡了很多年 其實他們都要經過很多的訓練 鍛鍊 要經過大師級 找到他們才能成為真正的導師 這個其實真的有在這個市場 也在這個市場裡很久 所以這個其實 你說是不是認證呢 我亦都想說 劉青雲是否有一個博士學位 才能成為演員 又不是的 所以 是否一定要有很多理論 很學術性的人 才能成為一個 我們所謂的coach 其實很多方面 我們是靠經驗 進修 可以得到 至於你說Centrino 當然 我也有說過 我們現在整個市場 好像一個武林 我們武林的 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有武當 有少林 也有些像 東邪 西毒 但他們仍然有機會 可以成為他們派系的武林盟主 也可以教到很多很好的學生 其實只是 哪一樣東西 按進去 你 你就可以在那方面發光發亮 這樣形容可以嗎 Centrino昨晚 就說自己 年近27 就已經出過27件 50件那麼多 5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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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它謙虛 都47、8 沒什麼走雞 不清楚 今晚Centrino就不在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有沒有approach過你 沒有沒有沒有 那他是我師父 師徒關係是不對的 黃若思 黃若思梅超峰 是師徒關係 阿丹蓉修 那些 楊過小用 那些 但問題就是 他不是我喜歡過小孩 他不是喜歡過小孩 不是吧 我不是 人家說他牧村學栽間 國旗正意見 國旗正意見 國旗正意見間 牧村學栽版 他不夠高大 還有他不夠man 你知道那些長頭髮 又不是camcam的 但不夠洪峰 他太滑 他太滑 其實他人沒什麼 他挺好的 這個年輕人 你認識他 其實他脫下他的滑樣 其實他脫下那45度 其實他是一個 挺有心的年輕人 他絕對不是說 因為他鏡頭前沒有辦法 亭峰也要靠 他不靠多一點點 還要45度來這樣靠 靠神上身 靠神上身 所以今年我也覺得 他很厲害 他為了香港作出一個很大的貢獻 就是靠出了 我們現在拍照 昨天也是慶功宴 大家一起 45度 我就不關心 Santino 是否45度 剛剛Eva的理論 我有點質疑 我問問曾醫生 因為你剛才提到武林各門各派 如果我煮食 我覺得無傷大牙 是 即使是Fusion菜 中日法 你怎樣夾都可以 但如果你提到一些心理的輔導 甚至教他如何處理他的人生 我想這部份牽涉人的精神狀況 或者他的一些價值觀 就不是這樣吃東西 穿衣服的一些不同的派別 時裝派別 飲食派別 可以比喻 我想問問曾醫生 其實如果牽涉到一些 譬如說 要輔導人 或者心理健康 或者是一些 甚至人生價值觀的一些改正 其實是否真的有專業 還是真的像Eva這樣說 我和陶傑都可以起之旗 就叫做光明頂人生導師 又開一間學校 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做 事實上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這樣做 這樣做是否做得好 也有些人可能會好 甚麼叫好 有更多人會造成很多問題 即是奇門如是 很多學生就叫好 還是幫人找到老公老婆叫好 這個年代很多人 都對自己沒有信心 是不是都要找些事情去學做 改進一下自己 曾鵬你覺得這個節目 有沒有侮辱女性 這個節目有沒有侮辱女性 不是這個 不是歌名頂 歌名頂當然有 兩個星期都有 是歌名頂 剛才10點半TVB 情侶愛作節目 今天那集好 我不覺得她沒有女性 謝謝 平反了 為甚麼我不覺得她沒有女性 不是啦 曾博士 你來到兩條美女夾著 立即改口風 我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識之事會很失望 我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打算找你合頂的炮 來撐一撐一撐 是陳總的 誰知道你也收了皮 我沒有收到皮 剛才我們下了少許藥 那個問題就是 有一些東西 你也有少許穿低胸 那個 幫兒又好像沒甚麼扣大 給曾醫生 曾醫生 曾醫生繼續 有些東西就是她的內容 我就當她是一個節目來看 那她有些會是這樣的節目 有別的節目 同樣是 那你不可以說 單一說一件事 就會有一個結論 反而我是最想說 其實昨天也有說過少少 因為沒有人理會 不過這些就是 我們想的東西 不應該這麼簡單 零同一的 但是為甚麼沒有人寫的 應該是中間的 那類東西 這就一直是我想的東西的方法 好像是被黑即白 現在就是二極化 當然很多人聽 但是我們被人洗版 洗了幾版 說不明頂 就當下到這樣的地步 不過我們只是告訴那些 外戶的聽眾 還沒有聽 提升有很多 都是一個星期 當叫放大假 星期五完 其實是反映到那些人 他不接受自己 不一樣的意見 另類一點點 或者也不想去聽 這句意見 這個是社會最大的問題 他面對真正的聲音 很難接受 每一集隔離台 是有一個自稱是航空公司的機師 昨晚一集 是的 出來賺吃 不要說賺吃 你兩邊來到看 哇 怎麼搞的 我們是航空公司 機師 香港仔 這個人 挺英俊的 叫SK 我知道他哪一間 因為我坐開 我沒熟口熟眠 即是教人籃安全帶 那個片頭 一個外國人 跟著就到他了 是嗎 是嗎 哇 哇 哇 飛飛下天 都下來後襟 但是呢 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說這個人很厲害 因為證明 他做得飛機師 在這間這麼大的航空公司 那些空姐這麼正 這麼多女 他近廚明明得食 他賺吃都走遠一點 挺好的 特意做操縮 其實只是做耶穌地藏菩薩下巴 很操縮 可看 航空公司幾萬條 這麼正 他不要 下來 我不合地獄 誰合地獄 他操縮 打那些 無主孤魂 他是否很偉大 即是耶穌 真的很偉大的 所以今晚那集都是 你見到那個工程師 十分之好條件 就獻身上去給Florence彈中 第一晚也是 幾位大工程師 大學教授自己提供給Florence彈中 我又不明白Florence你這樣又不對 但後半部分我們又說他的故事 剛才我們看到我們的訊息爆機 其實是因為他放不下以前的感情 他真的放不下以前的感情 所以我們教他如何釋放面對現實 其實是後半部分 大家自然會互相扶持 當然要互相扶持 Florence有沒有錯呢 我昨天也有跟化妝師談論這個問題 化妝師說他有什麼錯呢 他只是說了我們心目中的夢想和幻想 你們有哪一個沒有想過 男的我不想過 我想要一個周秀娜的女朋友 女的我們當然想要一個吳賢祖的 想要一個劉德華 我們每個人都有什麼幻想 鄭伊健當然好 但Florence坦白地把他的幻想 在公開場合說出來 你問他有沒有黃秋生對嗎 他應該不對 對那我就有些機會 那是嗎 好 今晚都找過向盛女愛作戰 說不活動的發起人 除了曾凡江醫生之外 還找了理大社會科系的前副教授何之君 和中大社會學副教授蔡玉萍 兩位其實他們都因為私人的原因 有些不空位 有些未能夠復回 所以只能夠找到曾凡江醫生上來去作戰 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星期結束之後 好像輿論是有點逆轉的 變成對他們的導師 或者對他們參賽者的表現 就覺得好像對現在的女性有點侮辱 甚至會影響他們的心理和精神狀況 所以曾醫生在這裏就最好了 大膽地問一句 其實有人會覺得 裡面某些參賽者 這樣又不對 這個又不對 又活在他的夢想裏 雖然依法為他開脫 即是羞辱 但他會不會有些精神的狀態 是有些需要輔導一下 或者矯正的呢 那些是每個人對自己人生的要求來的 他未去到病態 或者病例現場出現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需要做的 沒有什麼需要做的 反規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有些人他一直都很堅持自己的白馬王子 最完美的那個我才會要 那一路差一點都不要 那些呢 對他那個人生路上 他可能就會流失了很多機會 很多時候真的有些錢買樓 你拿著少許錢 你就肯定買一間二千呎 全海景 那些花吹叉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這年 鄭醫生你真好 你這個比喻太好 香港人很義明 你完全就 一會兒就說你商品化 是啊 是 你一路來看 就是 你買一買一看一看一看 你可能拿著那一百幾十萬 你就可以買到一間四百九十八尺 是 本來就買到的 還要在深水埗 左望右望 那接著你就會發現 只有劏房 這個都可以是一個溫暖的家 於是你就買了 那就是說 其實你找男女朋友都是一樣的 你不嘗試去找 你就很難找到的 你不嘗試 你是會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 就是你永遠留在那個雲裡 你又找不到的 因為那個雲裡 可能沒有別人跟你一樣 或者理想中的那個人 就是 變了就是 我們要在那個雲裡 走回來的地面 的確是 面對現實 就是看那個現實情況 有什麼 你是有感覺的 因為你列了很多條件都沒有用的 到最後 我想所有人 找個伴侶 都不是去計算那些條件的 你用計算條件去找 你是會找不到的 你是憑那一剎那的感覺 怎樣才可以有這樣的感覺呢 其實你去愛上一個人 你用的時間只有很少 有些研究說 是五分一秒 你撞到就是了 一見鍾情 真的有可能 有些研究有這樣的數據 我有聽過有一個朋友跟我講過 她說 有些很高條件的女生 她說 我要這個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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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說 我們選男朋友 我要英俊 and 有錢 and 高大 and 但她說 你把and 改了做or 或者是加減 對 這樣可能就會舒服些 和容易些 不要有那麼多的簡摘條件 當然 初初當然是很高要求的 當然 因為有些心理分析 佛洛伊德她是老人家 她說的心理分析就是說 我們選伴侶其實不是我們的理性去選的 是我們的非理性那部份 就是前意識或者無意識的精神活動去選的 什麼叫無意識呢 就是你的意識沒有辦法接觸到精神世界 即是你不知道的 你選什麼人做你的終身伴侶呢 縮一燒那些就隨便 養靈身材就可以了 是 但是長相師手那種呢 紅樓夢 那些呢 那些呢 剛剛見到林黛玉 覺得眼前這個好鬆 好像前妻已成 似曾相識 這些就是潛意識 是的 有人說潛意識呢 裏面這個世界的心不可測 是 可能是通向前世的 那這個就是 那個理論 或者外太空 理論盡頭去到邊際 有些人拿出來標期立議的說法 好了 網絡801903.com 曾醫生 剛才你說 以你初步專業的診斷 應該參賽者和導師都沒事的 他們都是正常人來的 只不過呢 他們 個別人士 對於異性的要求 可能在雲端 就未落到地面 這個都沒事的 這個都很常見的 慢慢就會落回來 隨著年紀漸漲 先看看樓 繼續看樓先 但是如果 例如我假設 有些什麼的症狀 或者一些言行舉止 是會過了一條界線 你真的會覺得 其實有些精神的偏差 或者精神的問題呢 如果這些這樣的 就是閻尖 腥門 挑剔 或者跟其他人相處 出了問題 有些什麼症狀 可以檢查呢 極其量這些是個性的事情 這些都不是很嚴重的個性問題 有些更嚴重的個性問題 可能是他那些疾病 他有一個很不穩定的人格 他很沒有安全感 時刻都要去找別人 去喜歡他 關心他的 去用盡一切的東西 去找關心 接著有人關心他之後 他就會在想 你會不會拋棄我的 一下就來了 接著你就沒有辦法 去忍受這種挫敗的感覺 的痛苦 接著可能會傷害自己 乳酒 藍藥 這樣有一種叫做不穩定的人格障礙 我們叫這些是邊緣人格障礙 在人口裏面有3-4% 是這樣的 是程度上的 即是不斷去追求愛情 但找到的時候 他又去質疑或者去否定 這是其中一種 你會想到的 在關係裏面 他沒有辦法維持到那個關係 因為他一天找到 他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遲早會拋棄我找別人 一夜一來 另外一類就是 那些叫做比較害羞一些的 叫做迴避型的人格障 那些是病態的 怎樣呢 具體的表現 他很渴望去認識朋友 追女生 但他很害怕的 他不敢去跟別人有任何接觸的 因為他最害怕的 又是底線的問題 很沒有安全感 就是害怕被拋棄 被拒絕 被遺棄 令到他一路在那裡羨慕 看著那些機會一次又一次 這樣過去 即是如果你有一個很嚴重的情況的時候 他是 到四五十歲都是一個人的 他做事可能會行的 那些機械式的東西他可以的 但是用到情 可能會有人接受要跑戲之類 不會有分離之類的 那些這樣的東西他就會彈開 嗯 就是這些病態 當然這些就是在個性上那些很常見的東西 就是關係出現問題的東西 另外有一些病態就是 可能會出現的就是 我們在行為上面 人生裏面那些行為模式不斷地出現 而這個出現造成很多痛苦的 例如 舉個例子說 譬如有一些人 他每次拍拖去到親密關係 就上床 他就會分開了 又不知為什麼 又重複五六七八次到三十歲 他覺得已經很沮喪 我有一個朋友的親戚 是女性來的 聽說都很美麗 很多人追求 他的情況就是 每次去到南方要求結婚 他就跟他分手 沒錯 這種是否歸納在剛才的其中一種 是的 其中我最後講過那種 就是那些行為模式不斷地出現 總之跟客戶就沒事 總之對南方一要求結婚 他就斷言分手 是的 他這裏有很多事情 他可能又是一些未了的心結 你可以這樣講 這個未了的心結 極致可能都是 他害怕有一個 叫做commitment 承擔 或者是沒有辦法拍 有這件事 另外就是他 在小時候 可能跟一些 爸爸或者媽媽之族 那些人的相處 有一個很大的創傷 而這個創傷 就大到他未了斷 就把他 潛溢到那個模式 而是那個模式 令到他 去到那些很親密 要承擔個位子的時候 他就會彈開 其中回來 到最後又是害怕被拋棄 可能是這樣 如果另外一些 譬如說他的性伴侶很多 多到不超過50個 男性女 你現在講過 男女都沒有所謂 總之男女的性伴侶 大約五年多 輕輕有五十個 或者二百多個 那些 我們定性為性濫交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他對性的那種渴求 或者經常都要換 那是不是又是一些精神 濫交不是病 不是病 精力過性 然後被人投訴 你說濫交不是病 濫交的確不是病 如果濫交正性 就是鼓勵人濫交 我們說了現象 就不等於鼓勵 對 同性戀不是病 就不是鼓勵人同性戀 這是一個 不能在邏輯上 這麼簡單 社會沒有什麼邏輯 沒錯 譬如有些人 他是 講到哪裡 死 濫交不是病 有一個情況 是可能會去到病的 就是他不斷需要有性的出路 性的發線 他沒有的時候 他就渾身必自在化脾氣 不能夠專注 這種case 男女都有 男女都有的 有個自助念 沉溺了下去 他是很沉溺的 譬如我見過有個病人 他就一天要找性工作者三次 男人來的 男人來的 三次 沉溺 做五萬 不同的還是一個 可以同可以不同 總之要發 總之要有三次 出三次火 沒錯 那他就 那哪有這麼多錢 他在賺六七萬一個月 結果都是沒有錢剩的 當然沒有錢剩 還有就是認識親女朋友 不用三個星期就分手 照樣跟他省很多錢 很慘 所以他很慘 第一天是三次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些 早五萬 什麼年齡 阿曾醫生 去到三十的了 三十 都有一些強迫症的症狀 是 你可以說強迫 我們叫做強迫的性行為 或者叫做性慾抗憤 那治療方法都是像強迫症一樣 你說得對 他在荷里活有一個演員都有的 是嗎 是嗎 藥物 藥物加心理治療 要給藥的吃 要藥的 藥快點 是嗎 這樣 後來這個病人 怎樣去向呢 藥 吃一隻 其實是一隻抗疫異藥來的 就是抗疫異症 他同樣是可以對那些強迫的行為 或者是衝動傷害的行為有一定的幫助 他慢慢吃到一個足夠的劑量之後 他就很高興地一回來告訴我 我現在兩天都不用一次都可以 兩天都不用一次 就是兩天三天就要一次 我們已經用了同情的角度向這個病人 其實是 不是一件享受的 很痛苦的 很辛苦的 你一天三次不同的人 也有女士是這樣的 即是俗稱的發孝 我們不可以這麼說的 發孝 性慾過強而已 發孝是一種現象 就是 好像動物起水一樣 就是他用自己的行為 或者是 還是交配器 吸引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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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是這樣 那他是怎樣的病情 他就是一天要兩次的 不是很多 很多 那他有沒有老公 他很快脆又是分手的 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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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很坦率地告訴你 你的職業最適宜就是做性工作者 又有收入 又可以醫治你的症 你要何樂而被雙贏 他其實那個職業都幾什麼的 即是 是嗎 是在中環上班 幫人下盤的 什麼盤 炒賣的 精神太緊張 他有些人發說 不是的 他不是的 他由十八九歲 第一次開始 性後維就已經是這樣 即是樣子看不到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很漂亮的 有沒有叫曾醫生搏手 看看中數到 通常我們就不可以超越病人和醫生的界線 這是專業操手 變成不動肩 那就不行了 雖然有很多研究 美國的心理治療師有三成和病人有路 不是吧 合體交換 那我再問深一點 既然開了這個話題 性治療和心理精神健康的關係是怎樣 性治療師有些 你可以說性治療是心理治療的一種 是 是 他近年受了一些女權分子的影響 已經不是叫做性治療了 叫什麼呢 親密治療 其實原來 就是以前的性治療 例如馬斯特和Johnson的年代 他就是怎樣弄著頭的 就是不活動變成活動 冷感變成會享受 或者不舉變了舉 不能夠高潮變了高潮 這個問題後來呢 我們慢慢發現很多 就是整著褲子之後呢 兩個人會分開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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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是裡面呢 原來有很多的情感關係 嗯 內心衝突 我們原來要處理的 是 原來我一個人裡面很複雜的 即不只是硬件上幫他解決問題 硬件搞亂了他 兩個人要分開 原來他不行呢 是挽救感情的一個過程來的 噢 噢 所以我一向都講過 所以很複雜的一次 男人呢 一輩子有時候偶然不行呢 是要感恩的 是一個blessing來的 是不是 對不對 間中死火就可以的 間中死火 是吧 即是 上天呢 如果令到一個男人到近年齡 下父親間中 嗯 嗯 這樣呢 其實是很普通的 間中不得下 那你呢 你是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下其他事情 通常 例如做一下義工啊 扶一下一些阿婆過馬路啊 這樣 是吧 通常呢 你說性慾呢 就很有趣的 就是 通常 三四 二三十歲呢 他就會強的 嗯 到四十歲呢 他們就會 開始 壓抑或者管理好自己的慾望的 嗯 接著就在事業上面發展的 嗯 通常這樣的人呢 就會成功機會大一點的 噢 噢 即是如果這些話 換言之 一直發發聲 去到六張爺 未必好事 事業就會不成功的 通常他的成就沒有那麼大 喂 女人呢 三十餘狼似 四十似虎 那是一個 普遍講的現象 但現在已經不是的 二十餘狼似的 三十次虎 四十呢 四十都當然是 繼續是虎 哈哈 因為那個 其實就是以往 女士的性生活 發生的年齡詞 噢 就是經驗少了 噢 現在十二三歲 十幾歲開始 開始 到二十歲已經很厲害 很掌握方法 就是一套戲 早開場 那叫做 就是以前就設死 今晚真的 是兩點半 五點半 獲益兩多 現在四點五十分 這套戲 已經 世界變了 就是四點三高潮 網絡 給了一九零三多 今晚難得有 聖學大師 曾經獲益兩多 咦 獲益兩多 Bonnie和Eva 你們兩個 有些什麼性的疑難 體驗過一些性障礙 轉頭我們之後 私下討論 是呀 是呀 聽眾想聽的 你這樣 你不要說自己 你是你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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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多的 嗯 你可以坐在旁邊的人 也可以 咦 這樣 即是我旁邊的旁邊的人 是怎樣的 其實如果 我們想問一下 有些女性 我們所謂的 叫做 Old Virgin 即是老廚女 即是如果好像三四十歲 四十歲 他們都 都未嘗過禁果的 如果一嘗過之後 他們會不會一發不可收集 都不會的 都不會的 他是會慢慢去掌握 那樣東西 他 他經驗 令到他開始 他享受他的時候 或者跟他一起 發生關係 那樣子 開始有點默契 嗯 女性很有趣的 他不會好像男人 那樣彈弓刀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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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女性的一個特點 就是 他會喜歡聽說話的 是 是 喜歡聽溫柔 聽故事 語氣比較軟的 所以這個人 男人就喜歡 做雞就成行成事 做鴨做不起 這個行 男人就喜歡什麼呢 就是視覺的 Visual 是啊 虛樂 即是視覺刺激 女性就要 快很多的 甜言物語 淡言雪愛 前奏 對於女人來說 其實很多港男人最大的盲點 性不是first priority 香港男人 女人都好 對性不是很容易衝 不是很容易衝 就算很多性調查報告 每年都說我們排到尾 但是 很多的港男人 可能是 我覺得是那個 中國人傳統思想的道德加索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就算是鬼妹 是嗎 是啊 就算是鬼妹 也不是你看那些色情片 上去做水喉 牛奶佬穿公仁褲 一開門 一開門就動手搞事 不是這樣的 或者後巷看到很帥氣的垃圾佬 外國的垃圾佬很有型 我也知道 是我們某個朋友的戲 我做過一部戲 我做過一部戲 是幻想被垃圾佬強姦的 所以 其實我回來講 因為香港垃圾佬 大家都知道 但是接著我跟別人說 不是垃圾佬 我說 外國的垃圾佬是 六尺多的肌肉 大隻到最高 很帥 Russell Crow Russell Crow 是像垃圾佬 是呀 所以他紅了 帝國嬌紅 是呀 那些正牌垃圾佬 就是那些粗糙 做的粗糙 湯豬 在澳洲 在山雞肉 因為他們很高工資 倒垃圾 是呀 是高尚行業 是呀 這樣 這個 你剛才說的 中文是老處女 是呀 阿曾彭光醫生 在香港其實 有很多的 行業 就是老處女 是特別多 不敢出聲 出不大聲 抱著一隻豬 都七十歲 怎麼搞 他有那些方法 生存下去 有些人可能是無奈 他說我喜歡獨身的生活 這些是騙人的 未必是騙的 有些人是忍受的 有些人是無法跟人相處 無法跟人生活 慢慢的 隻豬抱到三十歲 很奇怪 另外就是忙於工作 陰差陽錯 失去了一個求偶的機會 其實這些在專業人士裏面很多 是呀 受公教育的 那些 他其實是很厲害 中學教師 護士也有 醫生也有 兄姐一定沒有了吧 其中那個行業令到他 比較難見識伴女 見識伴女的機會小了 他可能會這樣 教書應該很多 幼稚園才嚴重過中學 應該很多 因為幼稚園教書很少見過男生 我真的沒見過 有的現在 比較少一點 因為其實我上次講過 真是中小學那些真是難的 很難的 現在其實中小學都是女性居多的 教師 是啊 傳統上都是 醫生這個行業都是女性居多的了 就來 這麼厲害 變了 護士又多 如果大量未經人道到四十七八甚至五十幾 都會不會是一個社會問題 因為令到他難以跟那個辦公室其他人相處 或者做了老闆之後就租賊那些年輕人 他們又未必是這樣的 就做事跟他們個人相處 個人那個處世是兩回事 有些人他譬如很希望有個婚姻的 他們就會比較 現在都不敢說婚姻 也不敢說拍拖 或者有個伴侶 或者有個性的出路之類 很渴望 但沒有那個就是一種痛苦 對 我覺得應該傳統出聲去要求 但是很傳統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上司是一個單身的中年女士 是會比較難相處 那有沒有一些根據 還有那個生理周期的結束 有沒有關係 我們那時候都會計算一下 通常關係不是很大的 反而是跟那個人的過性 關係大一點 譬如你遇到一個極度追求完美 巨破壞力的老闆 那你就頭痛了 其實通常我們都好像要 Stereotype 很多是女性 還是比較像你剛才說的三十幾四十歲 四十幾五十歲 四十幾五十歲 他們是極難受到的 通常他們都是有這個特徵 就是Bonnie上過的特徵 什麼 你剛才所說的特徵 很困難很困難 俗稱的老姑婆 是啊 他們有時候就是 又是回到我說的 在那個環道生活 好 今晚差不多 多謝曾醫生 多謝了 獲益良多 謝謝 非常感謝 都在干記 你介紹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我沒有任何來 我們請見到支持 好